南冲夫妇从来不上班,靠租房生活,银行流水却高达千万,如果不是警方突然到访,没人知道,两人背后隐藏着一桩横跨两省三市的今天大案,不料,当警方找上门时候,夫妇二人却坚称自己无罪,直言警察抓错了人,却不料,得知真相的儿子直接破房,劝说父母好好改造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夫妻两个究竟做着什么买卖,为何这么赚钱,最终两人又是什么下场呢?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文管,钱哥夫妇浮出水面。 2002年7月,南冲警方突然接到一条重要线索,一辆白色轿车载着类似假烟的箱子,从成都高速到南冲方向,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警方守在高速路口严真一带,没想到车子停在高速路口半小时,没有半点动静。 就在警方以为这是一起长久战事,一个黑色轿车朝着白色轿车而来,车里下了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人,两人简单交流两句,女人手里就多了两个纸箱子,也就是线人提及的假烟,可箱子上并没有任何标识,也无法证明就是假烟。 想要定罪困难重重,于是警方决定跟在红衣女子的车后边,看一看这些依次假烟的箱子到底流向何处,而女人也没让警方失望,很快,女子的车就开进了南冲香烟集散地府街,看着店里琳琅满目的香烟,警方决定蹲守下去,找一找女子的上线,这一找,却让警方吓了一跳。 与红衣女子街头的不是别人,而是曹军和曹尊群夫妇,经调查,两人可不是一般人,早在2015年,两人就曾因兜售假烟被潘之花市警方抓获,并判处缓刑,这个认知瞬间让警方意识到,这对有着前客的夫妇可能已经卷土重来,而且这一次比第一次情况更严重。 为了尽快破案,警方决定跟踪曹军夫妇,却没想到,短短一周的时间,曹军夫妇就给警方送来了大惊喜,这要从一天夜晚说起,当时曹军接到电话,然后夫妇两人来到街口,跟一辆江陵火车有短暂接触,然后火车就跟随曹军来到车库,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,就从车上卸下了50件的货物,虽然警方不能走入案发现场, 对这些密封箱子一探究竟,可警方还是通过电梯监控,清晰地看到了一些有用线索,比如每个箱子上都写着多少条一箱等字样。 当然,这次运货可不是单独的一次,不到一周的时间,曹军夫妇再次行动起来,又运输了40多箱的货物,而这一回跟第一次一样,箱子尺寸大小一致,不用猜都知道,箱子里的东西就是香烟。 短短一周的时间,就运输90余箱香烟,足有450条香烟,这么庞大的运输量,很快让警方意识到,事情远比想象的更加的复杂。 警方跟踪调查后才发现,案件横跨两省三市,复杂程度超乎想象,价值千万的非法买卖,南崇夫妇从来不上班,靠租房生活,银行流水却高达千万。 调查后发现,背后隐藏着一起横跨两省三市的惊天大案,究竟这对夫妇有何身材之道? 一周时间,运输4500条香烟,如此庞大的数字,警方猜想,隐藏在曹军夫妇背后的,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制甲兽甲团伙。 为了将整个团伙连根拔起,警方开始蹲守在曹军夫妇周围,这一手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,最终,警方发现,曹军夫妇的上家,是一个名叫林布辉的男人,对方39岁,人在深圳。 不过,林布辉本人相当的警觉,每次两人确定订货后,林布辉就会将货发到攀之花,也就是曹军夫妇曾经被抓的地方,保险起见。 曹军找到了出租车司机杜某做马仔,这个杜某连负责给林布辉打款,结发货和收钱,经过暗访发现,杜某和女朋友表面上是出租车司机,私底下接到曹军消息后, 就会到仓库,把货放在出租车上,然后送到散户手中,通过对杜某的调查,警方发现,这个团伙十分隐秘,而且操作多年,一直没有暴露,说明曹军对于自己的货源和散货渠道,有着严密的计划,既要销货又要保证货源,那么,远在深圳的林布辉,绝对不是曹军夫妇的唯一选择,毕竟,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 为了将整个犯罪网络连根拔起,警方进行了细致的调查,结果发现,曹军的货物,除了从潘芝花运输到南冲的,还有一部分散货是从成都方向来的。 这个发现让警方眼前一亮,很快一个名叫冷某的男子走进了警方视线,通过观察发现,曹军夫妇经常从成都方向收一些散货,均来自冷某手中。 本以为曹军犯罪事实已经基本莫清,警方却发现冷某只是一个二道贩子,曹军确实在冷某手里拿了大部分的货,可冷某背后还有一个制甲产业链,随后,一个名叫屈顺剑的男人走入了警方视线。 屈顺剑是德阳石坊本地人,冷某和屈顺剑都曾因为制造假烟被抓坐牢,为了将制甲窝点一网打尽,警方随即赶到德阳石坊寻找。 可这一找却发现了一个惊人消息,屈顺剑的技术工人来自安徽,可对方已经购买了返程车票,准备回家过年。 得知这个消息,警方就知道大事不妙,不惊,稍有风吹草动。 可能技术工人就不会买返程的车票,想要抓人也讲究一个捉贼拿赃。 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是虚的。 因此,警方很清楚将整个团伙连根拔起迫在眉睫,于是警方只能到制甲窝点附近寻找证据,可警方却发现,制甲窝点所在的村子十分的警惕排外。 为了不打草惊蛇,警方只能趁天黑多次迁入村里了解情况。 与此同时,警方也在屈顺剑外出的时候将屈顺剑带走调查,面对警方的抓捕。 屈顺剑主打一个拒不招供,可屈顺剑没想到,警方早就掌握了窝点的具体情况。 即便是屈顺剑不愿承认,但事实就摆在面前,也不容许顺剑狡辩。 可即便是证据确凿,警方抓人的时候,还是遭遇了极大的阻力。 警车被村里人团团围住,不得已,负责抓捕的侦查人员,只能联系当地警方援助,经历两三个小时,才将屈顺剑团伙连根拔起。 惊人的数字,南冲夫妇从来不上班,靠租房生活,银行流水却高达千万,被抓后坚决不认罪。 没想到,16岁儿子的一句话,瞬间让两夫妻认下所以过错,成功帮警方破案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制造假烟的窝点被端掉后,深圳和南冲情况联手行动,将曹军夫妇和林布辉两伙人马全部抓走。 警方之所以如此着急下手,其实还源自于曹军夫妇的谨慎。 按理说,临近过年,本来是香烟消瘦的高峰时段,可曹军夫妇却突然停下脚步,开始暂停进货。 当时警方十分着急。 毕竟警方要考虑的,除了人赃并货,还要考虑曹军手里的货,够不够给曹军夫妇定性。 如果暂停进货,一直往外发货的话,曹军夫妇仓库里的假烟,很可能会销售一空。 那么,关于曹军夫妇半年时间的调查,也就功亏一篑了。 于是,不再进货,却疯狂销祸的曹军夫妇,很快就迎来了警方的联合行动。 不过,出乎警方预料的是,曹军夫妇表现得十分淡定,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。 当时警方将曹军和曹村群夫妇分开问话,可两人就是不肯承认销售假烟,就在案件陷入胶着的时候,已经16岁正在上高一的小曹放学回家了。 看着父母和警察同处一事,曹军的儿子当时无比的惊讶,从警方口中得知父母的所作所为后,曹军儿子惊恐的落下眼泪,对曹军夫妇说,爸妈,你们好好配合,好好改造。 原本无动于众的曹军夫妇虽然没多说什么,但表情明显的松动,心里很清楚,警方已经掌控全局,随即也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 而曹军夫妇之所以反抗抓捕,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正上高中的儿子,直到自己做的生意见不得光,但为了儿子的将来考虑,曹军夫妇达成了所谓的攻守联盟。 不管生意做得多大,始终有一个人站出来,照顾儿子,也坚决不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具体情况。 为了儿子,曹军夫妇一直靠着大零工生活,可实际上,两人并没有工作,一直租房子,除了给儿子营造一个家里没钱的假象之外,也是为了掩人耳目。 实际上,自从2015年,曹军夫妇被抓后,曹军想的不是知错就改,也不是重头再来,而是想着怎么精进自己的技术,让自己隐藏得更深。 于是,曹军夫妇联系了两家供货商,并且采取转发的形式,将火集中到攀之花,然后再转运到南冲兜首,而转运的车子大多是顺风车,所以迟迟没有被发现端倪。 承认自己所作所为的曹军夫妇,随即带着警方赶往自己提前准备好的五处仓库,警方也从仓库中找到涉案假烟2216条,涉案金额高达24万余元。 经过警方辨认,曹军夫妇手中的假烟相当的逼真,一旦流入市场,后果不堪设想。 2023年,南冲彭安县法院对曹军夫妇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判决。 曹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并处罚金200万,妻子曹尊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,并处罚金30万,其他重要成员也已发判处2到8年不等。 至此,案件真相大白,违法一时爽,被抓权完蛋,千万别心存侥幸,否则逃不过法律的严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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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